颜色 肿水 最好的部位 真的是能够上拍卖会级别的 能拥有帝王绿本身就是一种奢侈 又来跟大家汇报工作了 那天我们通宵切的这一块帝王绿 到今天为止已经全部切完了 因为这种料子成本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在切的这个过程里面 自己与压力并存的 切一刀停个三五天 然后再研究再切 整个一块小石头切了一个多余 整体这个料子 我觉得切的还是非常理想 出货率是超过我们的预期的 说到这里很多脆友应该会去问 为什么翡翠的绿色会这么贵 帝王绿又是属于绿色里面最贵的 翡翠颜色的几个标准 正 浓 阳 云 它都能达到一定的级别 并且它的种水要能够达到玻璃种 最后呈现出来的颜色 才能称得上帝王绿 达到一个标准其实已经很难了 你要这些所有的标准综合在一起 那个真的是难上加拿 这个也是为什么帝王绿会如此贵的最大的一个原因 珠宝圈最大的网红 网红全星 为什么它那么火呢 你看它经常会带一些大的帝王绿的戒指 吊坠就是又大颜色又好 能拥有帝王绿本身就是一种奢侈 还有好多建议 你看这三件是我这一块料的高品质的过头 价值的70%到80%全部是上面第一条色带 帝王绿的色带出的 先看第一件 这一件是一颗帝王绿的淡面 品象颜色肿水都是一流的 16.8的长度14.5的宽度 厚度能到6.5 它也是一颗大馒头 然后我计划跟卢老师一起合作 像一个女界 用不一样的这种镶嵌的工艺 应该会非常出彩 第二颗基本上是第一颗的两倍以上 应该是plus版本的 我想像一套的一个男界一个女界的 最后决定像两个女界 因为这个像个女界的话 绝对是能够hold住全场的这样的一个困带 我这个手还是有点粗的 我量一下尺寸 长度有23.3 宽度19 8.1的厚度 它已经能达到一颗吊坠的大小 戴在手上这种分量感 绝对是超级牛的 再来说咱们最主力的一件 这一件也是我们切这一块料 最大的收获 一公分三的厚度 颜色 肿水 最好的部位 这个料子的色根就是在这个位置 色根是非常浓的色 整个是满玉 你想这么大件这么厚装 去出一个这种大佛工啊 真的是能够上拍卖会级别的 有没有过来 其实当时啊 这件东西已经线都化好了 我们计划是从中间切开 分成四颗蛋面 第二天我就开始研究 然后就各个角度去看 本身我们是想着竖着 横着一摆我发现哇 整个色更好 直接就在石头上画了一下 大佛工出来了 找一个这样品质的蛋面 还是能找得到的 但是这个佛工我把它切掉以后 我自己都会觉得很心痛的 这个也是让我内心颇有感触的 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呢 越小的东西 然后越被微料冲击 因为微料它的颜色会偏暗产 然后它切小东西的时候 它的颜色会弹得很好 它会冲击免料的价格 越是受冲击的时候 越是显得这种 大件的帝王律的难能可惠 就像这一件佛工 微料达到这种1.3公分的厚度 它的肿 它的色 一定是达不到这样的程度 你真正放在手上 你去一比的时候 你会发现 整个它的价值也会走很多 这几件其实是我们的第二条色带 本身第二条色带 对它的预期不高的 还是给了我们惊喜 你看它的颜色是很宽的 现在因为太厚装了 它的颜色会感觉有点发暗发黑 还会有一点点黑血 影响了它颜色的呈现效果 但是我们把它切开以后 它同样可以出一些 很漂亮的一些精品 这一批东西的话 我就计划跟王朝阳老师合作 做生命律动系列的极简镶嵌 它的绿色都是非常的宣亮 很有活力的 极简的一些造型跟金属去结合 做成手镯 做成吊坠 我觉得也会特别出彩 这些就是我们从两条色带中间 取下来的这个肉质 豆绿色的这样的一种肉质 种水也是不错的 肉很细 也是很舒服的 有一点像芙蓉锦 做雕刻剑也可以 做一些平安扣 做一些叶子 都是很漂亮 这种的话 我们可以来修一修它的形状 做一个镶嵌 也会很舒服 因为它的肉很细 然后它的色跟它的种 是画得很好 大家不要觉得 这边上的这一堆小东西 就不值钱了 只要它品级高 它的价值也是特别高的 有那种一个小小的戒指 也是卖几万几十万的 这种也很正常 是吧 这几颗都是可以做你戒 这种的话 我们可以在一个吊坠的上面 做这个上面的一个顶珠 也会特别漂亮 烤的料子 它没有什么浪费的 这一块的话 就是整个石头最底部的位置 皮上的这些绿色的表现 它只是飘在表层 里面会进一点点色 就没有形成这种一条色带 肉质是挺细的 后面这一包 我切一些小东西 来直播间给大家 方便福利 好不好 今天我也希望 把我切这一块料的一些经验 跟大家一起去分享 也希望大家 咱们一起来玩翡翠 一起来感受翡翠 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魅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选句话 畢竟